爱你 よ 心里baby 对对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然后我能真的看见 王兴霖2004年初的这首爱你 因为她在节目上的亮眼表现 文艺复兴了一波 更一度涂网大陆QQ音乐 千诗兽最后九首都是她的作品 玄闹的街 没发现我的泪 被遗忘在街角 Let's take you away away 夜晚晚 眼睛眨眨 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 来晚大风吹 吹什么 吹一见钟情的人 当你说今天的烦恼 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 我想对你说 却害怕都说着好喜欢你 知不知道 多喜欢你 叫喊你 甜言蜜语 在我心里 爱你.com 写日记 甜蜜的心 充满惊喜 都不归你 让我往心里 用心评为你 王兴玲早年靠着多首少女情歌 奠定了甜心教主的地位 但有报道指出 公司当年培养她时 想走蔡依林的嘻哈动感路线 甚至心灵这个艺名 有传说是新的蔡依林的意思 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如果有人觉得说不可能一定有 你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 那绝对不是我 如果有的话绝对不会是我 可是2003年出道的歌 成绩都普到不能再普 连王兴玲都事后抬颜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快 回姑娘的眼来就像流星 坠落海底痛到心里 Try 一次次 一次次 想过的心通话世界 她就觉得好卡 然后要我就是弄了一个很漂亮的化妆镜 要我对着化妆镜唱歌 我心里想说我要怎么唱 这很卡 然后也不太能笑 她们就希望你有点帅帅的这样 对不对 比较年纪看起来大一点 对不对 对啊 好了 所以你看她后来变爱你的时候 变什么爱你的时候 先是觉得终于这就是我们 对对对 然后马上爆红这样 对王兴玲的不红只是一时 凭着偶像剧西街少年打开人气 2004年推出第二张专辑 行着又Q又洗脑的主打爱你 在台湾创下20万张 全亚洲120万张的亮眼成绩 还有偶像剧天国的嫁衣 除了是当时的收视冠军 该剧主题曲更打败5566 在金钟50投票活动中拿下 洗脑神曲与经典戏剧神曲双料冠军 爱在孤独中绝望 在绝望中坚强 坚强后继续不停想着它 天空是绵绵的它 就算它下来又怎样 深呼吸晒开悲伤 生气像爆炸就大生长 到现在还是深深的深深的爱着你 是爱情的友情的都可以 那是我心中的幸福 不知道它可可的 快歌书情都能轻易驾驭 黄欣霖在乐坛上的成功 除了一早就选对风格之外 还必须归功她对粉丝的态度 以及对自己的高要求 上台去面对一群歌迷的时候 你一定有力气应付他们吗 还是说有时候你就累累的就算了 会啦 我会让自己有力气去 去跟他们 结束 像我之前第二章的时候啊 就是在做签名会 其实也很累 然后我那时候很容易晕车 就是身体很不舒服 我还常常就是吐完之后 然后下去签名的 可是还是要忍着笑 然后跟他们签名啊 握手什么的 我记得有一次很难过 就是我就是在车上才刚吐完 然后就要下车 下车就要先经过就是很多人嘛 然后再到店头里面签 然后呢 因为它那个地方是一个闹区 所以它可能里面有我的歌迷 跟不是我的歌迷 那不是我的歌迷 因为我下去 我才刚吐完 脸都还在脏红哦 然后就下去 然后就低着头下去 然后可能那个不是我的歌迷 他就说 呃 呃 王兴林摆什么臭脸啊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 就啊 一言真的很辛苦 其实很多了解王兴林的歌迷 大概都晓得 其实他是一个对工作非常投入的人 你一定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的紧张吗 就是说 你是不是因为自我要求太高了 所以你压力就很大 嗯 我觉得是耶 就像我每次表演完还是什么的 我都会问经纪人说 诶 刚刚怎么样 刚刚怎么样 我就会很在意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那如果不OK的话 那就要知道 下次要再好一些这样 忍住不哭 我要忍住不哭 不能忍输 因为我相信 彩虹总跟着过路 会带来幸福 在下一个茶路 陪我跳全新的舞 哦 哦 Baby baby boy Baby baby boy 我会天天付出我的爱 Baby baby boy Baby baby boy Baby baby boy boy Baby baby boy boy 只要你一直去坏坏 Oh yeah my baby boy 随着年龄增长 王兴玲面临转型 曲风日趋成熟 2018年推出的专辑《成绩亮眼》 一首《大棉》 更在许多人心中留下旋律 然而这些年 比起王兴玲的表演作品 外界更把焦点放在她的外表 屡次登上新闻版面 酸民的难听话可是随处可见 但王兴玲霸气回应酸民 看得出来外界的评价她都有听到 但王兴玲依旧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表演 运动 跳舞 练歌 自我管理从不怠惰 浪姐三能再度冲飞 除了爱你回忆下族外 更让外界赞叹的是 她却20年来不变得甜美气息 不变得纤细身材 不变得动听歌声 让人不得不佩服她的毅力与努力 而这种坚毅的个性 必须回溯她那不算甜蜜的童年 她在那个时候她是21岁怀我 对 然后因为她在明哥西餐厅 然后我爸爸那时候是职业军人 然后就认识了我妈妈 然后他们就陷入热恋 然后就就还蛮前卫的就有了我 后来她就他们就决定 就是当然因为太年轻了 所以她就已经到了医院 然后而且她也都换好衣服 也坐在手术台上了 还好我妈妈的一念之间 她就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她很酷 她就说她就跳下 你是说她一念之间就跳下 跟一念说我不拿了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回去跟我外婆外公 讲说她要结婚 这段因为意外怀孕而成的婚姻 在王兴玲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宣告结束 一开始她跟着妈妈 弟弟跟着爸爸 后来弟弟又回到身边 面对家庭分裂 王兴玲并不埋怨也不愤恨 因为她心中紧急父母对她的好 我记得我爸也是一个还蛮可爱的爸爸 很多人会觉得职业军援会很凶 或者很严肃 很严肃 对不对 我爸是那种 我爸是会 我记得以前我妈要修理我的时候 我爸是会变 那个母鸡抓小鸡 他就会在我前面 他当母鸡来保护你的 然后我妈就拿藤条 要打我 然后我爸就一直就不行 然后我爸就被我妈打到 瘦有瘦有瘦有 OK 然后我妈还说 你走开 我爸我连你都打 然后我爸一定不走 瘦有瘦有 然后我就在后面躲 一直笑一直笑 担心妈妈要抚养两个小孩 背后的辛苦可想而知 有时候甚至连饭钱都没有着落 我妈她也没说她只有一百块 可是她就只有买一个便当 然后弟弟就吃 我也吃弟弟也吃 然后弟弟就很饿吃很快 我就说我妈妈还没吃啊 吃慢一点妈妈还没吃 然后好像我妈看着就很难过 我说妈要不要吃 她说她说没关系 你们吃我吃饱了 可是其实她没吃 我妈妈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 甚至罹患了忧郁症 但她依旧努力支持女儿的新梦 就读华刚一笑那个学费 其实那学费还不少嘛 对不对 华刚一笑学费算高的 算高的 市历里面算高的 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就没有办法付出学费 所以妈妈好像 她就变成要把她 就是她就把她车子卖掉 所以她有一阵子代步 她去工作就要吸摩车 那时候要去读华刚一笑的时候 妈妈刚开始不肯 对 因为她是那种要把我们带在身边的人 然后那时候我说 妈妈我可以分担 我可以打工啊 她就说不要你 妈妈自己辛苦就好 听得很感人啊 对 可是我觉得她有一部分也是害怕我 就是因为要打工的话 就只有六日 对 然后六日就回不了家 对啊 她希望我回家 当然啊 毕业以后 王兴玲果真在新途上大红大紫 成为母亲的骄傲 而这一路上 心感看到妈妈如此辛苦 王兴玲依旧直言 自己想要结婚生子 我一定会生小孩 而且我还想好我还生两个 一男一女吗 希望我28岁才会结婚 那小时候28岁是晚婚 那现在的晚婚可能要到30岁上下这样子 那尤其在做这个工作 可能又会再往后演 憧憬着家庭 王兴玲的感情度却极度坎坷 我很谢谢她 然后 祝福她 我的心真的好像被那个美工刀 再一笔一笔的再继续的割着 在感情中我也曾经被第三者狠狠的伤害过 所以我绝对不容许自己成为 别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三年前我因为一场恋爱 我几乎失去了所有 我是想说那当时 你要做第二个人 不要再来一次 她2010年遭出道前交往的范之伟 擅自播出亲密照 还公开大聊出业话题 隔年被报和李渭一夜情 2013年因与姚元昊相恋 被说介入南方与隋唐之间 2017年她与姚元昊情乱后 又发现遭到偷拍 照片还在网路上被疯传 你后来如何走出这个伤痛 真的要时间 我觉得没办法 而且这是要一个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缺一不可 就是刚开始一定会用难过 还是什么宣传的情绪 然后到接受 接受才会开始好 我觉得这个过程缺一不可 谈感情受伤 也没有什么好不好 甚至重点是说 在一段感情中 我又没有学到什么 有没有成长 对 所以呢 你有学到什么 你成长了什么吗 就是说你以后 你是不是就不会让自己 再在爱情里面受伤 你觉得你有这个把握了吗 还是你可能哪一种态度改变了 因为我觉得感情的事情 太难说了 对 就是 对 对啊 你如果对手太厉害了 那你要比他更厉害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我现在在想办法努力厉害 尽管受到多次伤害 王兴玲的坚毅依旧不变 她不常发言 暗自面对这一切 却从没忘记 那些支持她 守候她的人 她回归到她的本业 用音乐 用歌声 表现她的态度 表达她的感谢 这孤单太完美 包容不完美 像一颗在试过着脆弱的心扉 我对自己说 伤心之后 另一次机会 我会全心的奉陪 我对自己说 伤心之后 另一次机会 谢谢这孤单的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